因為它這裡有兩個mark在這裡 有兩個凸出來 你一定不會裝錯 你一定會丟掉那兩個地方 你這樣的話就丟不到 就進去了 一定不會錯 然後就鎖起來 就那麼簡單 所以這個就是說 它現在設計cutter 就是大家可以修 不一定要找人家來修 就是這樣 然後就鎖緊蓋子蓋起來 handle 撞回去 這樣就好 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press fist 它是這樣的 也是裡面是ceramic 也是一樣 弄起來 蓋起來 那這個是more end 你就把這個蓋子拿起來 這個拉起來 這個拔起來 都不一樣 這個放它有寫之後 這個是up 這個就向上 你就不要電倒 因為你電倒的話 就冷水這時候會相反而已 還有這個呢 你們聽 這是一個balance 的東西 有時候你們 我怕你們沒有碰到這樣的情形 小娃呢 有時候開水 只有冷水 沒有熱水 開到最熱的地方 還是只有冷水 有的呢 開到冷的地方 整個都是熱的 沒有冷的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壞掉 這個東西壞掉 這個裡面 都有一個balance 的東西 都有 這個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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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裡面就是一個balance 這個就是 客人說 我什麼牌子 我大概就知道了 我就會帶這個去 因為他說只有冷水 或者是熱水都出不來 我說別的地方 他說別的地方都正常 那表示不是他家的水管的問題 我就帶這個去 就換一個就好 只有冷水沒有熱水 或者冷水不正常的時候 你就是換這個 這個叫balance 就買一個 因為它的構造不一樣 有的是鋼子的嘛 你會聽到咕咕咕的聲音 那個就是balance 是好的 所以那個balance 是在 cartridge 裡面 裡面 cartridge 裡面打開 就一個東西在那裡 這個也是 這個是 caller 這個 caller 的很貴 所以說 我說你們買牌子 盡量不要買那個很貴的牌子 因為零件都很貴 像我舉個例子 這個一個大概二十幾塊 這個大概要六七十塊 差那麼多 像這個換一個一百五 這個就要兩百五 因為連工錢 什麼都貴 洗澡都一樣 沒有說比較狂 都一樣 所以說你們 剛剛講的說 除了你們去home depot買 看得到的零件 而且這個牌子 你 caller 因為什麼都貴 也盡量不要買 它的馬桶你也盡量不要買 它的一天到晚都設計奇奇怪怪的東西 零件 快掉零件都找不到 非常的難找 而且一定比較貴 它一直換來換去那個都不好 各位上一次講馬桶有沒有 最簡單就是這樣 什麼牌子都一樣啊 那多簡單一個三塊錢四塊錢 caller 橡皮蓋一個 有的時候就很貴很貴 而且有的店 home depot還不一定有賣 很麻煩 要去網路買 我那天碰到一個caller 那個新的 客人他自己想去 叫我去 我說我這個我沒看過 沒有辦法就上網去買 還好啦 不是很貴啦 六七十塊而已 就是馬桶的那個 就是沖水的那個 很麻煩 我說買這個 等了兩個禮拜 祝賀宏兩個禮拜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都要去課 就不方便嘛 零件 他先生也自己去找了 因為他自己想要去找不到 後來我就往上去找 好往上去找 那我就 欸就是這個 就order 不一樣 一個比較高一個比較低 我也沒有注意到 一拿 欸不對 一個那麼高一個那麼低 完蛋 又在換 外觀完全一樣 所以說會搞死人啊 那個caller 特別搞怪 都設計那個七星怪怪的東西 很不好消耗的東西 他麻煩什麼都貴啊 不見得比較好 所以說你們就買這一些 普通的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零件便宜 使用 而且壽命 我相信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你這冷水熱水是一個開關 冷熱是一個開關 都一個開關 這個都是single handle 不是兩個分開的 不是分開的 你剛剛拿的是兩個開關的 好 還有另外一種 比較老式的 那個就是 叫做Persifices 他有 消瓦 一個冷水 一個熱水 好 就是消瓦 中間還有一個就是上下 有沒有 那個呢 他的facet就是這種 這個東西還是老式的 他是換橡皮 換橡皮 你這個打開以後你就跟他看 這裡面呢 這裡本來是一塊橡皮 你就拆下來把橡皮 鎖一個新的換上去 鎖起來就好 這個還是老式的換橡皮 好 有人呢 這個差不多三十年前 市場佔有率很大很大 所以我們很多這個可以修 所以你看他就告訴我 有這一些東西 好 有時候呢 你這個橡皮換的 鎖上去 還是肉 一直滴水 原來 這個拆下來以後裡面 還有一個叫seed 就是一個銅座 那個是非常重要 那個銅座沒有換 一樣繼續露 一樣繼續分露 不好意思 我這裡沒有銅座 就一個銅的seed這樣子 那個銅的seed呢 你要用這個特殊工具 插進去把它轉開 轉開你就看一個銅 你看那個銅座的表面 要跟那個橡皮接觸的地方 那個銅座 就有缺口 都裂掉 你要把那個拆開來 買一個新的鎖上去 然後橡皮再換 很多人都自己 只知道換橡皮 不知道還有一個銅座 他就知道 他就去買這個工具 這個就專門在換 pricefist的工具 就換這個拍子 大概三十 三四十年前的房子 市場上幾乎都是他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房子 還有沒有這樣的 一個冷的一個熱的 就是這一個 然後呢 你要把這個拆掉 你把蓋子全部打開 handle拿掉 你就看到牆壁就一個這個東西 那你要不是這個拿掉 你要跟他買這個 所以他一般工具 是兩個這樣子 一套的 把這個插進來 套筒攀手 套筒就把它轉開 轉開就拉出來 你就看橡皮一定爛掉了 換一個新的橡皮 然後裡面的銅座呢 就用這個拔起來 換一個新的銅座 這樣就好 好 換這個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這個呢 這樣是轉 官司有沒有 你一定要把它打開 開到最開 你才可以換 你如果是這樣 這樣換好以後 你這樣鎖的話 裡面全部裂掉 全部裂掉 曾經就有人 自己修啊 他就不知道這個 要把它打到最開 他就這樣開到這樣 結果呢 他就拼命鎖 怎麼海道就鎖在鎖 就把整個底座全部裂掉 鎖裂掉 小事變大事 這個要很注意 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在拆的時候 就把它轉到最開 扭到最開 才開始拆 裝的時候也是 一定要在最開的位置 再鎖 這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 都把這個好的東西弄壞掉 這個就是有關於我們這個 水龍頭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這個 Angus double 上面是有沒有講 沒有 這一個東西 換這個 有沒有講 沒有 沒有齁 這個東西呢 他一般齁 就是這樣子齁 就這樣齁 他這裡呢 這個從橋壁出來有沒有 這個就是要接我們的水管 要接我們的管子到水龍頭去的 這個就是stop up 好 這個東西有時候 我要關 關不死 這個是比較清楚 因為我是用轉的 像是用轉的 就關不死了 關不死的時候呢 我就要拆了 各位知道這個在牆壁裡面 我們sing 有24寸 很不好拆 所以這個兩支控具 三支 第一堂都不是說要兩支控具嗎 就是在拆這個用的 好 那你呢 就是一個把它擋住這一邊 然後一支轉 一支要擋 一支要轉開 好 那我們這個就這樣轉 好 這個轉因為 那個 在sing裡面你只能這樣子去轉 就在用手的力量 這樣去轉 把它轉開 轉開 然後 就可以 就把這個 就把它拿出來 我現在很簡單 但是有的根本就轉不開 你要很大很大的勁才轉得開 好 這個就拿出來 這個就換掉 換一個新的 好 這個裡面這個東西拿不出來 它是固定在裡面 因為這裡有一個ring 你鎖緊的時候這個ring呢 這個銅管是銅的 這個也是銅的 但是這個黃筒這個是紅筒 黃筒比這個黃筒還硬一點 所以說呢 你鎖起來 這個叫compress 就是加壓的 你鎖很緊很緊的時候呢 是把剛剛那個銅管 掐到銅管裡面去 就拉不出來 就拉不出來 它就是靠這個東西 在鎖死的 它不是說牙鎖緊 它不是 所以說你這個東西拆下來以後呢 一般呢 我們也不用去塗什麼table都不用 我們就這個新的放進去 就把它鎖起來就好 鎖很緊 就不漏了 當會漏的時候 你再把它塗一點那個 黃水膠部分 tablon table 捲兩圈再塗 所以比較好一點 這個就是angle star bulb 它也有很多種 它這個是quarter turn 90度的 這樣就是開關 那這個是 這個整個轉的 剛剛有一個 這個是整個用轉的 轉到底才是關的 還有呢 有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很少在用 在修的時候才用 好 那你就關 就算關的死 但是在關的時候 這裡一直滴水有沒有 這裡 就在這個 我現在手碰的地方 這裡滴水 好 滴水的時候呢 你也不用去整個換掉 因為你關的死是ok的 滴水的時候呢 你這樣這個板手 在這個螺絲帽的地方呢 轉緊就好 轉緊 因為裡面有一個橡皮 因為你很久沒有那個橡皮 可能老化還是脆掉了 好 那你再把它鎖緊橡皮 又把它掐進去 就不漏了 好你最好是 在漏的時候你就開 開到一直蓋低 那你就處理轉 轉到不低 那就對了 好 這個還可以用在哪裡 所以我們那個Horse的 那個焦花的橡皮管有沒有 那個橡皮出來 那個要焦花的 那個切橡皮管有沒有 那個有時候 你們一開那個 看頭的地方 一直噴水有沒有 也是一樣 也是轉這個就好 好 很簡單喔 你就把它 Horse 比如Horse Bar 你打開 這裡去一直在噴水 你就 噴水的時候你就轉 就不漏了 你就不用整個開空換 所以說常常有人說 欸我家 你來修什麼東西以後 我家後院還有兩個 這個也漏水 那我就看是什麼漏 原來是這個漏 我就不用換 所以我就牽著這樣 一轉一轉就好了 就修好了 就那麼簡單 老師 在換那個Ankos到時候 需不需要把水的粉 開關關掉 當然要 哈哈 開玩笑 全部都是按手 你換水 要修理店 都是總開關要關掉啊 不然 你不換 你打開那個水 是不是噴出來 那噴出來壓力很大 你趕快要塞 塞不進去了 你就看著整個風子在淹水 就傻傻在那裡看 哈哈 沒有辦法 你再怎麼塞 壓力太大了 我有沒有講過一個事情 我在那個Newport Beach 那個一個新的市區 他家呢 總開關 有兩個我不知道 一般兩個是一個Spring 一個是總開關 Spring那個我一看就知道 但是他是一樣的總開關兩個 就在那個門口旁邊 我一看 我也沒有看到另一個 就把一個就關掉了 很大 然後就去出房 要幫他換一個水龍頭 結果一去的時候 就把那個管子就開始 有沒有水龍頭下面 因為水龍頭要換嘛 管子要拆掉對不對 一拆 怎麼水噴出來 還好 我那個 拆的時候呢 牙最後一牙還在的時候再噴 趕快鎖回去 我說這個不太對喔 我就趕快再鎖回去 然後我就打開 哇那個水是很強的 因為你關掉的話 水就越來越弱 還是有水 越來越弱到最後就停嘛 我說這個不對 我就再去圓面看 沒錯啊 就已經關死了 後來我去問主人 奇怪 你們這個總開關是壞 喔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家還有另外一個 你是關到Spring的 還有一個 他說他家有兩個水錶 Spring是用回收水 有的是去用回收水 所以他兩個總開關 哇那一次還好 他噴也噴也真的也噴出來 那個木板已經都撕掉 還好 來得及鎖上去 我如果真的拆下來 我辭定了 那真的是 要跟他換一個水龍 整個方式一定淹水的 你一定鎖不回去 變成要趕快出去外面 不知道花幾分鐘 把整個都關掉 哇嚇死了 後來我就有經驗 就是說 下面的水龍頭什麼都關 外面總開關都關了都不管 我要換之前 先把我們這個水龍頭呢 打開 確定 水越來越做越來越做 已經就停了 那個時候才採 一定要確定一下 跟電一樣 你雖然把總開關關 我現在把插頭的線要拔掉 要看 我就想說我直接就已經沒有電 還是驗電筆再量一下 確定沒有你才開始動手 電跟水都一樣 一定要double check 確定沒有你才開始動 不要開玩笑 上一項課 然後什麼都會 然後我們去就 淹水了 哇糟糕了 說老師沒有講 很浪的 這一定要確定 剛剛他就問說 要不要關水 我說這是一定要關的 一定要關 一定要 而且關了以後 還要再去double check一下 才開始動手 有時候真的是 你關了以後還會漏水 那像那個情形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去關水錶 關水錶 關水錶一定關得住 一定關得住 因為有的總開關不好 上次不是有講嗎 那個gate 不好嗎 gate box 有時候關得很緊還是在弄 你有水一直在弄 你沒有辦法 水龍頭你沒有辦法做事 一直在滴水 所以說呢 你一定要確定到 完全沒有水你才做 家裡的開關不行 那不行你就去把水錶都灌掉 水錶有跟各位講那個T嗎 有嗎 就把那個關掉 一定要到位確定 好 這個就是有關於這個stopp 怎麼樣 你再講一次水錶在哪裡 水錶齁 你最好回去齁 現在講了一下回去就是去看一下齁 上一次說 上那個水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水壓對不對 還有找水錶還有總開關嘛 上電的話就跟你講那個電的總開關在哪裡 萬一緊急的時候看到那個牆壁 電啪啪啪啪在冒煙 你一定要把總開關關掉 水你看到漏水了齁 好 一般我們房子譬如說是這樣齁 好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說這個馬路啦 這個是 那個人行走道齁 一般會在這裡 草皮上面有一個水泥 差不多那麼大 差不多那麼大齁 這個一段那麼大 水泥了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蓋子齁 中間還有一個蓋子齁 那蓋子這裡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一個洞 然後這個是水泥齁 就在草皮上面 你把這個這一個蓋子拿起來 你就看到就是水錶在裡面 水錶你打開看齁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那個那個洞裡面齁 比如放大是這樣齁 這是進來的水管 然後呢這裡就有一個水管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它一個環齁 然後過來就是一個水錶 然後再過來呢 就是要出去的齁 就這樣齁 就是這個 那我們一個T型的工具齁 一個T型的齁 然後它這個頭是這樣 這個東西呢 剛好就套在這裡 把它轉順時針轉到不能動就是關掉了 反時針轉到不能動就是開 這樣子 有這樣的東西 它這個叫做 叫什麼Key 或者你去那個Hop Depot 在Spring的地方有賣 一支大概十塊錢而已 差不多那麼長 一個鐵的一個T字型的齁 要一點點一點點轉不好轉 可以啦都可以啦 那你這個一支十塊錢啊 就這樣一轉就好 完全轉不動齁 要很粗力 真的是要很粗力 不是那麼簡單 有的很簡單呢 一轉就好齁 在耳彎啊 這裡還有一個開關 它還有一個Bowbuff在這裡 可以用手翻 很好 它兩個 在耳彎 用手一翻就好了 好 很方便齁 這個就是水錶 好 然後你要再買一個壓力錶齁 測一下水壓 有沒有人去買壓力錶 有齁 壓力都沒問題吧 80以內 50 50那更好 50更好 越低越好 好 安全啊 看 好 這個就是有關於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水龍頭部分 剛剛有講那個Hox Bug 如果在 轉的那個軸心那裡水露出來 你就 那個六角螺絲把它鎖緊就好 那它那個水管那個壓力錶的話 如果比如說壓力大的話 它自己可以調嗎 還是那個就是 它有減壓法 對 你說減壓法可以調嗎 可以調啊 但是一般 壓力不對的話 減壓法都已經差不多壞掉了 調調不動 就是換掉 看看啦 你如果調的動 那看好就把它降下來 好 那個電表 是不是在房子的後面那個表 有的在後面 大部分都在前面 就是在你車庫 旁邊 或者是你要 那個要去後院的那個旁邊走到的 在牆旁邊 我們 那如果說 看到 那你說 按過每個案子的事情 你說怎樣 比如說你說牆去的電 有問題 有問題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個 就是從牆旁邊關掉 趕快找人家來修 按那個off 都給它按起來 跳起來 也可以啦 從那邊 把搬 全部搬off掉也可以 趕快找人家來修 因為你已經聽到 看到火花有時候在冒煙了 那當然要緊急啊 不知道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幫我去拿自來水 倒我差不多半杯 你們有那個巴洛瓦的嗎 這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 家裡的 過濾水嗎 所以有 來 一定要過濾水 過濾水 家裡的過濾水 如果有裝 也可以拿來試 這個是什麼 不是 這個可以 你家裡的過濾水 我測一下你家的水池 看你家那過濾水池 對 好也可以來試一下 好 這個等一下來試一下 這個是你家的啦 有一個home好了 這個是bottle water 這bottle 它等一下來一個自來水 好 我們家的過濾水 我們要知道我家的過濾水 到底是 現在是好不好 我幫你個筆 我幫你個筆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這個表呢 各位家裡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 有的人有 這叫TTS meter 你們如果有裝備過濾水的話 你們可以去買 買一個 不貴的 13塊到19塊 在eBay他們那天說 買到一支兩塊 一樣的東西 就什麼名字 沒有就TTS meter就好 你現在如果有手機 你給他Google一下 那個Amazon看一下 好這個是量水池的 叫TTS meter 好我們現在一個一個量 一按AO它就000 這個是 這個是你家 限量你家的 當中 當中的 好 你家是逆滲透還是 不管 如果是逆滲透的話 一定要在50以內才是OK的 好 29恭喜 你家機器 你家機器還好 等一下會講 叫Reverse Osmosis 好 你家機器是好的 29 在50以內是OK 很標準 非常的好 Buddle Water呢 它那個也是用 用逆滲透做出來的 它有寫個RO 所以這個也在50以內才是標準的 好看一下 25 不錯 OK 反正你49也是OK的 都是標準的 好 好這個自來水呢 就不一樣了 這都二十幾 都在50以內 這個好幾百 我們看 329 這是我們的自來水 自來水 就不可能弄嗎 明顯 那如果燒開呢 燒開只是殺菌而已 一樣 一樣還是一樣 你說多少 329 對嘛 老師329是就不能用來直接喝 可以啦 美國的水都可以直接喝 我講真的啦 我講真的啦 你去餐廳 East Water就是自來水加冰塊啊 你不是這樣子喝嗎 公園學校那個Fountain都是這樣喝 那都自來水啊 當然可以喝啊 看你要不要喝而已啊 為什麼齁 為什麼美國的 美國是大家很喜歡告對不對 這個人拉肚子去告嘛 告這麼任何腿齒的 他可以叫你喝 他敢給你喝 他一定有把握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水管 我們齁 保養得很好 他水場不是會加那個 焦毒水 濾 calling 到家裡 calling都還在 所以說沒有生訊 就是不拉肚子 就是這樣而已 其他不管你 因為其他 這個329對不對 你如果有這個表 你到處去旅行 你去玩齁 你去舊心山 是40而已 所以舊心山的人 你裝綠水器 我說傻瓜 你裝那個幹嘛 你們水那麼好 可以你想 但是居行山還是有價 calling 口感不好 你就去買那個最簡單的 什麼brita 那個有沒有 簡單的裝 他裝那個就可以了 就是把calling 拿掉口感更好 就 啊你居行山的人 再去裝這個RO 就沒有 已經那麼好的水 你還裝那個幹嘛 所以說 美國的每一個城市的水 都不一樣 每一個州 不要說一個州啦 就我們這裡 我拿到處去量 你去買一支 你到處 你去朋友那裡到處量 通通都不一樣 芝拉水通通都不一樣 我們那裡大概要 快到400 Sarito 150 Urban也150 但是Urban 405跟5號分開 比較高200多 通通都不一樣 雖然通通在同一個city 但是它的水 不一樣的來源 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說 高 就是說裡面雜質含量很高 就這樣而已 但是呢 它的calling還在 你不會拉肚子 這樣就好 不會告 就不會告 口感不好 沒有關係 就是說 它有把握 我到家裡那個calling 因為齁 我們講 舉一個台灣來講 我們美國水壓打得很高 對不對 我們到家裡還要減壓80 其實它水場是120以上 在台灣呢 你知道那個水龍頭 那個家裡的calling你要噴都沒有水嘛 那個水要經過水塔 消耗的水也是這樣 所以說每一家都要加那個胖骨 加壓嘛 在美國是要減壓 是顛倒的 你說台灣做不到 做得到 要打80也可以啊 但是呢 打80 因為地下水管保養得不好 老舊 沒有那個錢去修 修不完啦 就是裂掉啦 幹什麼很多年了嘛 這裡壞 那裡壞 他就打打打 壓力盡量低盡量低 低到不會漏很大 像台北市大概有14%的水 全部在地底下 全部破掉 漏掉 那浪費很多啊 14呢開玩笑 美國我感覺大概就是0嘛 所以他calling就不會有 外面的什麼 食指啦 殺死啦 或者是小蟲跑進去嘛 所以他就 那個calling一定到你家都還在 所以說他知道 喝了你絕對不可能拉肚子 不會肚子痛啦 那就好了 水質不好那沒有辦法 我家的水就是這樣啦 300多嘛 400多 500多都有 都有 沒有辦法 我們在這邊 Ariel County 跟Origy都很高啦 沒有辦法 好 我去 我有沒有講 我去那個 加拿大那個時候 Rocky Mountain 那不是有大冰原嗎 那個卡車上去 量是0啦 那個水是0 真的是0啊 我不騙你 所以你們去旅遊就到處去量嘛 真的我不騙你了 到台北 其實 我們這裡兩三百以上有沒有 你知道台北市多少嗎 70 那是水場 但是到家裡就不行了 所以說幾年前 台北不是那個水場呢 請一些官員 說我們這個是世界水準 跟聯合國的組織的那個水質 都一樣 在水場表演嘛 哇 所有的官員就喝生水 大家喝嘛 報紙就登啊 隔了幾天就有人去投書嘛 他說欸 不對啊 我家的水怎麼是 有黃黃的 還有那個小蟲 你知道嗎 像小青雲 你知道嗎 還有青苔嘛 我們可以生喝嗎 他就趕快說 喔不行不行 只有在水場可以喝 對啊 他這樣誤導啊 大家就拼著喝 結果大家拉肚子 你怎麼搞 搞不完啊 那為什麼 就是經過地下水管破裂 又經過水塔 有的水塔在下面還有一個水池 然後呢 儲水 然後在胖膚再打上去再下來 你看多少 那個全部都二次污染 所以說台灣的水 你不能喝 那calling都不見了 都有菌了 所以說 就在這裡 插在這裡 好 各位知道我們這裡的水 你們知道一般的水場 應該是什麼概念 真的一個水場的話 有什麼概念 很大的那個好像游泳池那麼大 那個什麼 曝曬池 什麼沉澱池有沒有 我們以前 小時候去旅行去那個 什麼水沿山 什麼什麼 集參方 哇 他都是鐵絲網都圍起來 只有參觀在 平常都不能進去嘛 派人家丟東西下去啊 他可能是引那個 河水啦 還是什麼水 水水水過頭水 引過來 一定有那個 泥沙啦 什麼那個 樹葉啦 樹枝啦 塑膠袋 塑膠品 他就要先過濾 然後一整一整 到最後 ok了 然後再加calling 然後送給你們嘛 對不對 我們這裡有嗎 沒有 我們這裡 你絕對看不到這樣的水場 在這裡啦 我們的水 全部是地下水 抽起來 用打緊的 打緊的 所以各位知道 我們的金水一抽起來 打緊的水一拿起來就可以喝了嘛 因為它沒有葉子 因為那個泥土的那些東西 都等於是一種過濾 把它過濾過了 所以說我們這裡就是 打緊 出來 然後就是經過calling的機器 就自動一直跟那個水管 匹配它的比例 就送到家裡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這裡的水場 就是一個馬達而已 有的比較那個的話 就是你看比較高的地方 有大水塔 就是這樣 它也是衝起來放在水塔 然後從水塔送下來 所以我們這裡是沒有水場 全部是打緊 以前我們每一年都會接到 那個水場的report 像我們阿納漢 它會告訴你 我們的水從哪裡來 什麼北加州 什麼Colorado 哪裡來的 然後呢 我們阿納漢City 有幾個井 那個全部發出來 什麼拉帕馬跟哪裡交叉 這裡一個那裡一個 我就開車去看 然後就有一個鐵紙王 回起來小房子 就是那裡就是水場 它就是 種在那附近那一區 然後別的區 就是另外一個胖子 就是這樣 我們阿納就十幾口 十六口 十六口幾 那最近這幾年 發一發也的人也沒看 它就不發 但是你上網 它還是 那些資料都還在 你都可以看得到 都看得到 然後它會告訴你 我們這個水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就是 水裡面 就有很多 不應該在水裡面的東西 很多 就是化學的東西 比如說 殘留的農藥 什麼 殘留的那個什麼 沙蟲劑 殘留在裡面的 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化學的東西 都在底下 因為我們加州 早期是美國的工業中間 比如說八十年前 一百年前 以前也沒有環保的那個意思 跟早期台灣大陸一樣 那個工廠那個 什麼肺炎料 什麼什麼 就亂亂就 排水以後就丟 就倒在那個地上 加州以前 很多年前也是一樣 後來才知道 但是那些東西 通通都還在地下 我們都是地下水 所以說你就 它一定要告訴你 我們這裡有什麼 奇奇怪怪的 化學的元素的東西 自然間沒有的東西 它一定會告訴你 到時候 就是 它怕尬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因為吃到這個東西 過敏體質 生病 它說我已經告訴你 你已經知道有東西了 所以說你要 買過濾水 自己過濾 買水來喝 這樣子 水煮的話 是OK啦 就是把 酷菱會蒸發一點掉 你蓋子要打開 然後就是殺菌 其實也沒有菌 所以這裡的水 其實都可以生喝 其實很多老外 就是從小喝到大 我們比較不習慣而已 他們也沒有怎樣 因為喝的水真的不多 一兩杯 可不可以吃那個 Spring Water 對 這個 好 剛剛講這個 reverse osmosis 這三個稱呼都是reverse osmosis 這個是自然水 這個叫做 Mountain Spring Water 礦泉水 這個你量如果是50的話 這個就是騙人的 它用過濾水 給你當成礦泉水再賣 山泉水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在100到200中間 才是標準的 這樣你就知道 如果你這個一兩 哇 是過濾水 因為你知道礦泉水應該比較貴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量一下看看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過濾 然後它再加那個好的礦泉水下去 很多是人造礦泉水 好 我們量一下 好 你賭 你賭 來 你講比較準 195 這個是礦泉水 100到200中間 那這個是真的礦泉水 好 這個這樣 你們買這個表演就知道 比較 不是 越純淨越好 蛤 越純淨不是越好 越低越越好 那我跟你講 我量50億 我告訴你 那50億是純水 實驗室都可以用 好 實驗室都可以用 欸 礦泉水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礦泉水你知道吧 它要找那個 在某一個山區裡面有泉水 而且那完全沒有污染了 不能有農業 不能有那個化肥什麼 殺蟲的地方 那個才有資格叫礦泉水啊 然後它就那個水弄出來 經過處理以後賣給你 然後它有微量好的礦物質在裡面 那才叫礦泉水 欸 是這樣的 所以它要賣比較貴的 我們用這個去測水 當久我們應該喝多少呢 那個 數字的水對我們身體是最好 這個喔 沒有 你剛剛這裡 兩百 三百 三百 三百多 三百多嘛 一樣喝啊 都沒事啊 當然沒有問題啊 那我們為什麼家裡要去買過濾水 去把那個水過到五十幾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水裡面喔 有很多雜質 你想要好一點 你就裝過濾水啊 有人喝不習慣啊 為什麼大家去買吧 為什麼幹嘛 資料水就可以喝 大家再買 這個是一天是幾億坪在消耗 開玩笑 大家為什麼要買 資料水根本就可以喝啊 對啊 真的啊 是這樣 你喝資料水你跟他喝 老外很多都沒有裝濾水去 我很清楚 大部分都是我們東方人喔 口感不一樣 口感不一樣 對口感不一樣 沒有錯一喝就知道不一樣了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你喝出事 就政府會負責啊 會負責啊 公園的水可能就不能直接喝 都可以都可以 他只要是方等這樣的都可以喝 都可以喝 其實通通都可以喝啦 廁所洗 公園廁所洗 那也是自來水啊 也可以喝啊 都可以喝啦 都可以喝啦 真的啦 所以你們繼續買齁 剛剛有沒有人google一下 在TDS有沒有人看一下看到了 有齁 多少錢 最便宜的是 4塊9塊9塊9 你任何的牌子都可以用啦 TDS你不要care說什麼牌子 他這個最好的牌子叫H&M啦 H&M 這個就是H&M 但是算是山寨版的 他不敢打 所以這個賣2塊錢 但是我量效果完全一樣 我拿那個H&M的量都一樣 數字都一樣 這個在Amazon買的齁 在那個不是Amazon 在那個eBay買齁 結果他說要3個禮拜才會到貨 從那個廣州送過來 20塊錢買10支包運費 我不知道他賺什麼 電池都不只那個錢啊 那裡面有水銀電池3個 所以現在中國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個標準的 以前我們在買H&M的齁 大概七八年前買 一直都三四十塊以上 才是標準的價錢 外面隨便買得到 現在Amazon到處都買得到齁 也就十九塊 十八塊十六塊都有 現在這個仿造他的 沒有牌子的就兩塊錢 所以這低調網購才買得到 在外面 外面好像店都沒有在賣 你去那個 人家那個water store有沒有 看看啦 他不一定有賣 你跟他問問看 不一定有賣 怎麼樣 通地方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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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地方沒有賣 多少 那個是標準的價錢 那個是一定是H&M的 那個牌子 在哪裡買 在公園的water fountain 通常他那個water fountain 如果很久沒有用的話 那個水會不會 那個fountain最好不要 寧可喝自來水 真的啊 那fountain他如果沒有包含的話 更髒啊 你fountain的話 那個自來水的話 那個就直接都是 calling 都還在 所以說 看看啊 如果它上面 有寫保養日期的話 你可以喝吧 那個我都不敢講 那個我都不敢講 什麼 好 現在要 要跟各位介紹 裝濾水器 剛剛有沒有講 說到50以內的那個叫逆滲透 像你買這一個 Costco 那個叫 drinking water 那個叫 purified water 就是過濾水 通通都是叫逆滲透做出來的 逆滲透的機器 如果家裡有裝濾水器的請舉手一下 還蠻多的 大家都很怕死 好 你看到有桶子的就是一定是逆滲透 有一個桶子的一定是逆滲透 沒有桶子的那就是普通的 carbon filter 兩三次 有逆滲透的就是要在50以內 沒有桶子的話量起來可能會 就是跟自來水差不多300 就變成280 170大概就是這樣 不可能在50以內的 有桶子的一定是逆滲透 逆滲透呢 它出來的水你講是50 其實是純水 實驗室都可以用的水 蒸餾水幾乎是等級的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買 一支兩塊錢三塊九毛就可以買 好玩嘛 旅行的時候大叔去聊很好 就是比較一下 我旅行一定都會帶這個筆 好 我們普通那個RO 他們叫resource osmosis 有五個filter 然後呢上面還有兩支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還有一個桶子對不對 還有一個桶子對不對 桶子出來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性格上面呢 就一個水龍頭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這樣 然後就水從這裡進來 第一支 第二支 第三支 第四支 第五支 然後這個就到這裡來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排水 排水 然後這裡呢再過來 然後這個呢 過來 在這裡 這個要過來到這裡 然後呢 這一個才是出來的 這個先過來 這個才是出來的 他的系統就是這樣 第一支是棉紗 這個知道棉紗嘛 要出過力 所以棉紗你打開看 有時候就黃黃的 有時候有那個鐵鏽啦 尼紗 第二第三支都一樣 是活性碳 然後過來這支 就是逆滲透 叫reverse osmosis 叫membrane 逆滲透薄膜 薄膜做出來的水呢 他就到桶子了 有沒有看到 出來 就先到桶子 桶子要喝以前呢 再經過第五支 再給你喝 所以說你要喝的水呢 桶子 已經是好的水 要喝以前 還會再經過第五支再喝 再過濾一次 他的構造就是這樣 第五支也是活性碳 也是活性碳 他上面會告訴你 只是把味道 跟那個taste 弄到比較甘甜的感覺 就沒有雜味 喝起來口感會更好 所以說這個桶子出來 還會再第五支 所以這個第五支 不一定要每年換 這三支是一定要每年換 一定要每年換 一二三支 對 第二三 沒有 一二三而已 這每年換 這支大概可以三到五年 來換一次 好 這個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換 我剛剛不是叫各位買那個錶嗎 超過五十還換 沒有超過五十你就都不要換 大概三五年都不會超過五十 沒超過五十一二三也要換嗎 一定要換啊 我舉一個你們概念比較懂 這個好像我們汽車 因為他這整套就是靠這一支 RO 逆生透 BOMO FILM 這支是他的心臟 我們就把說這個是汽車的給去 這個是我們汽車的那個 換機油的那個FILT 換機油好了 好 我機油不換可不可以 汽車照好 就是久了以後 其實引擎就壞掉冒煙了 好 所以說你每年要換 比如說三千米換一次嘛 你就每年換 這個引擎會跑久一點 你如果沒有照時間換 這個就很快就壞掉 就是這樣 你就喝到不好的水 可以這樣簡單的解釋啦 他這個呢 為什麼要一年換一次 他這個都有壽命的 這一個東西呢 他逆生透薄膜 其實就是一塊塑膠片 一個薄膜 我們就講說一塊布好了 那個布那個洞很細 好 你那個水從這裡過 然後要滲透 它叫滲透 滲透就是要有壓力 才這樣把水擠好 像說 我們那個做那個豆漿 過濾布 要不要擠那個豆漿才出來 啊渣渣就丟掉了 擠出來那個就是 等於說是滲透出來的水 可以這麼簡單的解釋啦 所以說我們這個逆滲透 一定要水壓高才可以 所以我們美國的水壓因為很高 所以說可以 你賣到東南亞 一定要加一個Pump 因為水壓太低 一定要加到差不多 六十五個磅的壓力 才有辦法滲透出來 要不然水就一直跑 擠不出來 好像我們那豆漿 放在那裡 你沒有擠 豆漿還是在裡面啊 豆漿水都沒有 變成要擠 那就等於是加壓 所以壓力一定要夠 逆滲透才可以工作 好 它的洞是多大 我跟各位講 一根頭髮多大 七萬分之一那麼小的洞 你們有沒有辦法想像是多大 七萬分之一 一根頭髮截面積切掉 再把它轉成七萬個洞 那麼小的洞 這個是美國很高科技的東西 只有美國會做 好 那麼小的洞 滲透出來的一定是純水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逆滲透的洞 是那麼小 好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濾過性病毒 這個是我們的細菌 這個是大概是它的 大概四百倍還是四千倍 這個又是它的 八百倍還是幾千倍 好 這個洞那麼小 好 我們這個逆滲透薄膜是這樣 各位看到我這裡 裡面有一條管子畫過來 做一家人的純水出來 要排掉四家人的廢水 浪費 它的五一缺點就是浪費水 浪費水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你在喝水的時候 你會聽到咕嚕咕嚕咕嚕水在動 桶子滿了它又自動點 做一家人排掉四家人 這是它的缺點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那個水並不嚴重 好 你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水 從這裡過 經過這三道過濾以後 水就從這裡過 好 我們這個洞是那麼小有沒有 好 用水就過來 水就過來 它這個在出口的地方呢 會把這個洞口弄得很小很小 然後再給它排出來 就是從這裡排出來 好 那你這樣進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壓力 因為你這個很小嘛 那這個壓力呢 水就 它這裡擠不出來 就開始從這裡出來 你看這個細菌過得了嗎 過不了 硬度過不了 就從這裡排出去 所以說這個逆勝透薄膜 像你這個每年快的時候 一打開看那個綿紗啦 或者是那個活性蛋都會髒 看得到 黃黃的 這個呢你用的 比如說用的永遠壞掉了 你把它破開看裡面 白白的 因為呢 它這個薄膜 這個水永遠在沖刷 都沒有髒東西卡在裡面 不好的水就是排出去 比如說那裡過濾不夠的 那個什麼鐵性泥巴 如果還有殘留的話 就從這裡 還有所有的絮菌 什麼高 什麼重金屬 什麼農藥 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三次把關不了的 全部從這裡出來 只有水分子出了來 所以是純水就是這樣來 為什麼要換 你這個 各位知道這個東西 是一種塑膠的材料 不知道什麼塑膠我也不知道 因為一個塑膠膜要鑽到 那麼小的洞 那不知道什麼技術 真的是不知道 那個不是奈米 那是超奈米 好 真的是超奈米 好 因為那是一種塑膠的東西 你如果 因為我們水裡面有 加那個calling進去 就是消毒水 各位知道消毒水 就是漂白水 很利嘛 那個很厲害的東西 好 你這個東西如果沒有 活性炭沒有照時間換 好 好那個calling已經壽命到了 他就不能再把那個 綠拿掉 是不是會跑到這裡來 就會把那個塑膠膜打破掉 機器很快壞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他會告訴你 我這個壽命是2500加輪 2500加輪 這樣 差不多一年跑 我那個還可以把綠拿掉 他就主要是怕綠而已 因為水裡面其他的含量都太少了 就是綠最厲害 所以說呢這個綠呢 全部拿掉 這個就不會破 不是那麼容易破 只是說五年到了那是壽命到了破 OK 所以說為什麼要每年快就是這樣 好 至於講說一比四呢 你們感覺會好像浪費很多水 各位一天大概會喝幾家輪的水 你們大概會有經驗說買一桶那個一家輪的那個過濾水回來 有時候用兩天才用完嘛 有時候一天用完嘛 就算一天一家輪好了好不好 那一家輪的話排掉四家輪五家輪 五家輪的水 你馬桶沖兩次都超過了 你說哇這個浪費這個我們不要裝喔 對世界環保不好浪費水 我們家都不夠水 再講這個 那我說你為什麼必要那個廁所 早上到晚上都不要沖 晚上最後一顆水就要再沖一次 那不是什麼更多水嗎 要不然你沖兩次都超過這個啊 沒有意思嘛 所以說這個水是 水費絕對看不出來 有人就告訴我 哇你裝這個是什麼 我說你真的 哎呀這個不行啊 浪費太多水 我說這樣子啦 我已經裝好了 不能再拆了 下個月水費多出來 我幫你付 沒有打電話給我 其實家裡水費用最多的是Spring 百分之七十都是在Spring 那還有軟水呢 軟水等一下講 百分之七十都是在Spring 所以說你看我們去年切水有沒有 水廠不會說 哇你們幾天洗衣室都不會嘛 他就是告訴你 一個禮拜噴兩次 他水就夠了 他就不會緊張了 這是最明顯 因為他百分之七十都用在Spring 為什麼呢 你看喔 Spring你們大概有幾個區域嘛 一個區域可能十個頭 那個頭就是等於我們在洗澡的 一次五分鐘是十個人在洗澡 你看又多少水 那個真的才水真的是在那裡 所以他說為什麼百分之七十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啊 所以水廠就會限制你兩個 一個禮拜兩次嘛 有的更嚴的就一個禮拜給你一次 有的比較鬆的就三天嘛 那就水就夠了 最近好像沒有再限制的話 對就水夠了 所以他限制那個才是關鍵 你限制那個什麼馬桶那個洗浮都沒有用 好怎麼樣 老師請問一下 那火星炭二和三有什麼差別 一樣的東西 好 你們買火星炭 不要買便宜的 你們最好買 我告訴你們一個牌子 叫KX KX 你們都是上Amazon可以看 KX很多 火星炭 你看它的規格 它有什麼2500加輪 10000加輪都有 你這兩隻一定最少要2500加輪的 有人去Home Depot買 這個火星炭 規格都一樣 就買一隻 這個一隻才8塊錢 6塊錢很高興 結果跟他看說明書 那個只有用600加輪 你一年大概要換4次 不是一次 所以便宜沒有用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規格 這個要超過2500加輪的 才可以 你們KX這個牌子 這是美國的 雜牌也可以 你知道如果我這個是1000加輪的 那我就 一年要5000加輪 然後我就 我就 可能就是1000加輪 我就要換4次5次 就是這樣 不一樣 剛剛那個概算是這樣 我們不要講說 一加輪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 兩加輪 排掉四加輪 一天就是十加輪的水 會經過火星炭 一年365天 對不對 就3650加輪 所以你這個2500加輪 剛好一年Cover的過 你可以甚至可以 一年半換都可以 這個有計算過 不是隨便亂講的 所以你們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看 看他那個 火星炭的Server Life 是多少個給人 他一定會寫 要不然你們就上網 去看他這個Model Number 是可以用多久的 這是基本常識 第五跟那個要多久換一次 一般 他這個就是 一年換一次 兩年跟這個一起換 有的人 因為他知道這個是過濾純水 也沒有什麼髒東西 他就等到這個三四年才換 也可以 都沒事 那有軟水器的話 123也是要換 那都一樣 軟水器跟這個沒有關係 軟水器他只是把水裡面的石灰拿掉 什麼都拿不掉 轟水器拿不掉 好 現在講軟水器 可以自己換嗎 可以自己換啊 所以你們呢 就先買一個TDSB折 這個就是說 我們每年在換的時候 我就是量一下 沒有超過五十 我就換三次 超過五十 我就要去order這個來換 這樣子 就這樣子 沒有超過五十 你就是每年 我曾經有紀錄十年 都沒有換 很厲害 到哪裡買羊肉 到哪裡買片 什麼 找哪裡買這個 就是 Amazon通通通有啊 你把那個ROFELT 一兩百個廠商給你啊 你就找那KX的嘛 KX也是有便宜貴 二十幾塊的 也有十塊的 也有三支 什麼二十五塊 通通通就要 你就看一下 你這要記得我的這個獎 2500加倫的規格 以上的就好了 就是一年換一次可以 那有時候 一二三很難猜 我看到人家來換 有一個工具 對 那要買那個叫Rage Housing的Rage 它這個是一個杯子 然後一個工具 那個工具呢就是這樣 有沒有 對 有沒有 這樣的 這個是圓形的 還有一種呢 工型的 工型的 工型的比較好 這樣一勾就好 你這個要套上去 很不好 你買工型的 去看看 它這個有什麼 它在RO的那個 那個FILTER的那个工具 這個叫Rage Housing 這個杯子叫Housing H-O-U-S Housing I-N-G Housing 就是杯子 這拆下來 可以買這一種的 Housing the range 我想請問 我們家買的是下面就兩隻 不是三隻有種不一樣嗎 一樣 兩隻的就是半年換 三隻就是一年換 對就是這樣 因為剛剛講五千加輪 兩隻就是六個月要換一次 要很多機器他就叫你六個月換一次 沒有錯 為什麼我要換一下一隻髒一隻不髒呢 蛤 第一隻髒嘛 第一張一隻第一關啊 當然比較髒啊 那另外一個做得乾淨 第三隻更乾淨啊 真的是這樣啊 就兩隻而已 對啦 反正不管啊 就是一年換一次 你不要管他髒不髒 可是我半年收過了 還是一隻是不髒啊 我沒問題 跟髒沒有關係啦 我剛剛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他的壽命就是兩千五百加輪嘛 是用這個算的啊 當然你這樣喝水喝很少 你一年換也沒有關係 真的是可以這樣 像有的人根本就是 一天喝的水用不到一點點 你兩年換都沒關係啊 是真的是這樣啊 因為他還可以超過五千加輪嘛 像他如果換的話 我們自己按他那個樣子 拆下來抓上去 對對對 但是他 我看那個專業的到我們那裡換 他要把那個桶 把水放在那裡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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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新裝的機器 滴濃水要放掉 以後都不用了 他給你換完之後才要把這個土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 好 現在寫起來 要自己換的步驟是這樣 第一 那個這裡有一個開關 水源的開關關掉 你就看到那個機器有一條線接到 那個牆壁出來 那個開關一定要關掉 你如果很不好關 你就把管子折起來 那個管子就把它折起來 橡皮筋綁起來 意思是一樣就是關掉 這個折一百次也不會斷掉 這樣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在牆壁 你要趴下去很難關 那你就找到這一支 一般都是紅色或者是橘紅色的管子 你就看一下 他是倒牆壁出來 這是水源 你就開關不好關 你就把這個管子 折起來 這樣就好 就等於關了 關好以後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水桶的開關 你要 關掉 關 關 這一個要打開 這個關 關 這個要開 這個要關 開始換的時候 就關關開這樣 你這個不開的話 你被子打不開 絕對打不開 因為他有壓力 因為他有壓力 你兩個大人轉也轉不開 你這個水一打開 吳 吳一下就滴兩滴水就沒有了 裡面的氣就跑出來 輕輕開 就開了 關關開 步驟 步驟是這樣 好 好 換好以後呢 那你就把這個打開就好 這個給他開 換好以後這個就開 開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水就 最後從那裡就開始滴出來了 滴出來了以後呢 你這個才打開 然後這個再關掉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換好了 步驟就是這樣 第一你要先量 是不是在50以內 在50以內 那就我就換三個就好 超過50我就要換五個了 那我就 工具在哪裡 工具在哪裡 網路上都有 通通有 Housing the range Range怎麼拼啊 W-R-E-N-C-H 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 這是伴手的意思 你Google一下都看得到 你說換了12345這個顏色帶 就是這些東西到哪裡去 蛤 就你要換那個 Twitter就Amazon都有啊 幾百架在賣 你看不完看到眼睛都花掉了 太多了 價錢都不一樣 你就看到PS 看哪一架比較便宜 如果是2500架你就可以買了 他可能是十塊有的二十塊有的三十塊都有 你就看嘛 反正我是建議 棉紗就無所謂了 棉紗第一枝Satelman就不管他的 什麼牌子 一枝五塊錢三塊錢都可以嘛 那不管他 最主要是活性碳 活性碳最主要 這個就是有關於我們這個逆滲透 再接下來就是講那個Range 等一下 那換4跟5呢 4跟5這個不要自己換 這一定要找專業的 因為他這一枝規格很多 他現在一般都是35 36GPD跟50GPD 你不知道那個 你亂換到時候機器全部弄壞掉 這個就不要自己搞了 其實 AVANT都有在賣 通通都有在賣 但是你要懂 因為這一個 這裡剛剛不是講 有講1比4嗎 這裡還叫Restrict 這一個一定要跟這個是PK的 你如果你家裡原來是50GPD 這個就是50GPD的1比4的那個線油器 那你如果 你不知道你亂亂買 買了一個36 結果機器就很快壞掉 這兩個是匹配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賣這一支的時候 會連這一支一起兩個 一套給你 你就不要管以前是什麼 這兩個一起換就好了 這個比較專業 其實那個 YouTube上面都講很清楚 你就看一下大概就有一個 感覺怎麼樣 現在有人說 可以那個 你那個水 可以熱的水 就是他有 那個盡量不要裝 不要裝 有那個東西 就是性格上面有一個開關 有一個冷熱 那個盡量不要裝 那個很快壞掉 哪裡壞呢 熱水的開關壞掉 我曾經在Cypress有一個社區 他那個時候房子在賣的時候 每一戶都送一個那個熱水器給你 就是在性格上面開 差不多四年以後 全部都拆掉 全部拆掉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那個熱水 你可以調溫度嘛 有時候調到八十度 九十度攝氏的 但有時候已經開了 那個瓶子再加熱 當然它溫度大它會停 但是呢 你知道那個 你總是要一個橡皮把它關住 裡面一個橡皮 關掉的時候橡皮要關住 它可能會用silicon的 比較耐熱的 但是那久了以後都會老化 然後就關不死 就一直滴水 滴水嚴重 你溫度調高一點 你就會聽到 冒氣 好像蒸氣噴出來 很怕 很怕有的人呢 就找那個圓廠 喔他就寄零件 你也不會換我 又去換花個八十塊 把那個裡面的 芯子的那個橡皮全部換掉 又隔幾年 不要拆掉 就拆掉 買那個四百塊的那一種的 兩個暗的那個也是一樣 都不要 還有 盡量不要用 那個是 靜水 Costco的東西比較好嗎 都可以 通通都可以 通通都可以 Costco它那個東西只是說 它的filt呢 只有它原廠 它的特殊設計的 其他像這種杯子的 到處買得到 Home Depot也有賣 都有賣 那個 只有它的原廠買得到 你其他的